愿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那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个 语法开跟知道灵之间的一个情节 既生瑜何生量 既然生了这个周瑜 又何必生这个诸葛量 这个瑜量情节 在这个语法开跟知道灵之间 就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在这个《诗说新语》的文学篇里面就有记载 说这个语法开 时语之功真名 就两个人刚开始 都在这个江东地区很有名 靖爱帝都邀请他们到南京去讲经说法 那后金剑归之 就是这些后来 这些江东精英人士 金剑归之 这些精英人士慢慢大家都朝向父慈之道理 所以这个《语法开》意胜不愤 就很愤愤不平 所以顿机善下 所以这个《语法开》就离开这个都会区 隐居在这个善山 善县这个地方 隐居在山林里面 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有些不平衡 然后不平衡说 这为什么呢 大家都这个投向于这个 知道理 他还是你内心不平衡 所以他就派遣他的这个弟子 来到会计 所以你经过会计的时候 这个知道理 他可能正在讲解这个小品经啊 就是道行般若哪个地方 那你他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就呢 给他指难 问难 同时呢 这个《语法开》呢 还跟他这个弟子呢 事先演练 事先演练 怎么样来呢 问难这个知道理 在这个奖经里面的一些问题 彼此呢 事先演练 那这个徒弟呢 果真呢 遵照这个《语法开》的这个指示啊 他呢 去在这个 知道理讲经的时候呢 前去呢 问难 问难 返返多时啊 临功遂驱 这个知道理 他呢没办法回答 有些地方呢 他没办法回答 所以这个知道理呢 他就大声 呵斥这个《语法开》 派遣来的徒弟 他就大声呵斥说 君和足复受人记载 就是说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替人家呢 搬这个画来呢 所以就表示这个 知道理啊 他也知道这个人 是《语法开》派来的 派来的 所以他才会大声呵斥说 君和足复受人记载 你为什么要替人家扳化来 这样 你这些问难 其实不是你 知道的 而是你受人之托 是说故意来踢管的 故意来踢管的 那显示呢 这个《语法开》呢 虽然隐居山林啊 但是他内心还是很不平衡啊 他才会派他的徒弟啊 派他的徒弟啊 经过愧姬的时候 前去这个知道理讲经的地方啊 在讲解哪里的时候 前去提出问难 提出问难 那果真呢 问倒了这个知道理 问倒了知道理 但是知道理 其实他也知道这个人 其实是受人之托 故意来踢管的 故意来找查的 所以才会君和足复受人记载 那这一条呢 其实呢 在这个《诗说心语》里面的文学篇 也有提到不同样的一个典故 不同样的典故 我们可以来互相参考 神统王修来相比啊 这个许愿就有点不服气 就有点不服气 拿我去跟他比 他觉得他对他呢 对许愿他觉得他有点失面子 为什么我要跟他比 所以这个许大不平 那就利用这个知道理 在会计西市奖金的时候呢 这个王修 王修是王猛的儿子 王猛的儿子 也在场 那我们知道这个知道理 王修呢 辩论 就来跟王修辩论 苦相择作 王岁大驱啊 这个当然这个许愿是有备而来的啊 那王修他只是纯粹来听 这个知道理奖金的啊 他哪知道说许愿故意要来杂茶 要来跟他辩论呢 所以是许 这个王修并没有准备啊 不是说他也不用准备 可能但是心里面总是要有个准备嘛 许愿呢 他是故意的 他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他就辩引了这个王修 王修 那许父子王礼呢 王子许礼呢 根相复书 王复驱啊 总是呢 这个许愿呢 他是在地的 他是在地的 他是有备而来的 那王修呢 他是南京前来会计 听这个知道理奖金的 所以他是纯粹来听奖的 他也没有心里准备 哪来会知道说来到会计呢 被这个许愿呢 这样的一个邀请辩论啊 所以呢这个王修啊 他在这个没有心里准备的情况下 就辩书了这个许愿 辩书了这个许愿 那许愿呢就 养养得意啊 养养得意 他就来告诉他的师父啊 这个知道理 说弟子相语何事啊 说我刚才跟这个王修这样的辩论怎么样啊 那没想到他可能想到说 这个他的师父啊 知道理会夸张他几句 没想到这个知道理就冲农曰啊 今与佳则加矣啊 何事相苦曰 岂是求理中之谈哉啊 这个知道理啊 他就规劝这个许愿书啊 你讲的虽然变得很好 但是何苦呢 苦苦相逼啦 苦苦相逼 岂是我们求真理所应该有的态度吗 就是这个意思啊 纵然你变淫了 那又如何呢 是不是 真理岂是变淫变书 所以这个这一段话 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很大的一个启示 所以为什么这个 于法开派遣他的弟子啊 前来会计问难这个知道理 就大声呵斥说 君何足复受人记载 你为什么要替人扳话来呢 真理岂是这样的一个辩论 输赢来论断了吗 所以从这两个公案故事 都可以让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 很深的一个体会 何事相苦 岂是求理之谈哉啊 苦苦相逼 纵然你变淫了 纵然你变淫了 那岂是我们追求真理 所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那这也显示这个许愿的好胜心很重 好胜心重 那我们刚刚一节课就有提到 修行其实是去我指我慢 去我指我慢 我向 这才是追求真理的一个 最正确的一个观念 那如果呢 是在这个面子上面去争长短 去争输赢 那基本上已经是 我指挂第一了 我向挂第一了 纵然你变淫了 岂是求理之谈哉啊 这哪是追求真理 谈论真理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呢 所以从这个试说心语里面 其实都是这些资料 我们是可以相互相了解 因为有些资料 它可能它不一定讲解得清楚 但可能在另外一个资料里面 可能它会记载得比较详细 记载得比较详细 那这个王修是王猛的儿子 那王猛 他就是称赞之道林 就如同这个竹林七贤的这个王碧 那么样的一个高超 所以可见这个王猛本身啊 他就很钦佩 很富持这个资道林 那王修是王猛的儿子 那许愿是这个资道林的徒弟 在家徒弟 那一个是坦罗姓施的儿子 一个是在家的一个得利弟子 他在奖金的时候呢 许愿当督奖 是负责提问题的人 两个人可以说是 这是自道林的这个 自豪的这个关系啊 那他总也不希望说 两个人呢 为了说这个神童啊 这个面子上的一个真子啊 而有所摩擦啦 有所摩擦啦 所以这个 作为窥姬的在地神童啊 被类比金师神童王修啊 这个许愿啊 内心不符啊 再加上自己本身的这个 这个好胜心众啊 他就借这个王修 随王猛来会计听资道林 讲金说法的时候呢 这个机会怎么样 一蹶高低啊 一蹶高低啊 当然没想到这个资道林啊 他并不认同许愿这样的一个做法 举言这样的制度法说 金与家则家矣啊 何至相苦曰 岂是求理中之谈哉啊 这段话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那也可以给我们当一个借敬 所以就有时候 这个同参道友 切磋琢磨固然很好 但也不要到最后呢 变成一种意气相争啊 就要论这个书影 那这个不是追求真理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态度 那同样的啊 这个在这个试说心语的文学里面 他也有记载说 这个资道林许愿 租人在这个会计王司马玉 司马玉就后来的简文帝 司马玉就后来 他当了这个简文帝的这个栽头 栽头就是这个餐厅 就是司马玉就在这个东晋时期啊 这个厅是中呢 叫以头做这个灾宴的一个解释啊 那灾就是指苏食 就是大家呢 资道林跟许愿 大家在这个司马玉啊 这个餐厅的这个书食的宴会里面 讲解经典 有另外一个记载的是讲 唯摩洁经 另外一个经典是讲唯摩洁经 那知通一意 是作莫不厌心啊 许颂淫难啊 就是问难 众人莫不辩武 但共皆勇两家之美 不辩其理之所在 所以有时候呢 在这个完反问答问难之间啊 就落于这个问难 反而呢 把这个经典的原意 经典的这个宗旨给忽略了 反而大家被这个 彼此之间的一个问难 晚反辩论给吸引了 而忽略了经典本身的一个原意 所以这个 这也是我们这个在讨论的时候 过去辩论的时候 也必须要有一个底线 也必须要有一个底线 超出了这个底线就要停止 就要适可而止 再一直这样辩论下去啊 反而就偏离主题了 反而就偏离主题了 就有点这个意思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不管这个辩论会啊 都要一个主席 这个主席就裁决 这个辩论的一个底线 偏离主题了 我们就要终止 我们就要打住 免得这个辩论啊 就无穷尽的 漫无目标的这样 越辩越 越偏离主题去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之道领呢 就呵斥 这迂法开派来的徒弟说 你为什么要替人家斑化来 替人家斑化来 那在同样这个 山中公案里面 也有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典故啊 在祖堂集里面就有提到 这个石头西迁在这个湖南 那马祖道医是在江西 那就有一个禅河子啊 他从这个马祖道医那边过来 石头西迁这边 所以这个石头新界就问这个 这个禅河子说 你从哪个地方来啊 那这个禅河子说 我从这个马祖道医江西那边来的 那这个石头西迁就问说 你看到马祖了吗 那这个禅河子说 看到了 那没想到这个石头西迁就指着 旁边正好有一堆木材啊 一堆木材啊 就问这个禅河子说 这个马祖道医 像不像这一堆木材 这个问的这个禅河子啊 不知所问 他也不晓得怎么回答 怎么 马祖道医跟这个一堆木材 有什么关联 石头西迁问说 马祖道医像不像这一堆木材 这个禅河子也不晓得怎么回答 他在那边 石头西迁那边呢 掺了一阵子之后 觉得不契机 不契机 他又回到这个江西 马祖道医那边去 那马祖道医就 就问啊 你从哪里来啊 我说我从这个湖南 石头西迁过来 那石头西迁有什么开事啊 那这个禅河子就跟 这个马祖报告说 我去的时候 这个石头西迁问说 这个马祖像不像 这个这一堆木材啊 我不晓得怎么回答 那这个马祖说 那你知道那一堆木材 有多重吗 那这个禅河子 就说我没有量过 我也不晓得有多重 那马祖道医就跟 马祖道医就跟这个禅河子说 你也真有力气啊 从这个湖南啊 搬这一堆木材啊 搬来我江西这里啊 还真有力啊 就是禅宗里面啊 有这么一个典故啊 就跟这个余法开 派他的这个弟子啊 派他的弟子啊 来问案这个之道理 来问这个之道理 同样的 类统的这样的一个公案说 君何族附受人记载 你为什么要替人家搬话来呢 你为什么要替人家搬话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这个修行啊 戒律没有过两舌啊 拨弄是非啊 那我们应该呢 修行啊 就要避免这些啦 避免这些 不要搬弄是非 纵然对方 真的是讲某某人的话 我们也不应该 把他搬去 给那一个人知道 而应该呢 要打圆场 打圆场 调和两边啊 这才对啊 而不是呢 当板汉说 某某人说某某人的坏话之后 我就把他搬去 如实的照说 而拨弄两边的感情 这叫两舌啊 这叫两舌啊 这叫两舌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波勒智慧啊 波勒智慧 功德呢 调拢两边的一个和气 纵然对方真有说那些话 到了我们这边啊 就要打住了 就要打住了 所以有智慧的人呢 其实是事情来到他的身边之后 他是把大事化小 他是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到了这边呢 就打住了 他不会去搬弄示威 给某某人听啊 说某某人真的说 你怎么样怎么样 不会这样 而是到了 他这边之后就打住了 就不用再传下去了 但没有智慧的人呢 小事情到了他的手里啊 也会被搬弄的 这个变成呢 好像天要塌下来 一样的大事情一样 所以有智慧跟没智慧 跟懂得处理 跟不懂得处理啊 就这么差的这么多啊 有智慧的人 事情到了他的手里啊 大事会化小 小事会化五 那没智慧的人呢 不懂得处理的人呢 小事情到了他的手里 天有加处 唯恐天下不乱一样的 就小事情也能被搏弄的变成大事情一样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修行固然呢 这个道业的境界很重要 但为人处事啊 办事情的这个要领啊 也是要会要懂 要会要懂 不要说呢 有什么事情呢 来到我们的手里之后 我们反而把它渲染的呢 渲染的 更加复杂 更加复杂 唯恐天下不乱 那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一个不会懂得处理事情的人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从这些公案故事里面 也是让我们呢 去好好的去省思啦 去省思 那其实在我们的周遭 周遭所遇到的人呢 也是有这种情况 也是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都必须要引以为戒 引以为戒 那再来是主法态 主法态呢 比这个支道领晚了大概二十岁左右 晚了大概二十岁左右 所以如果是前弦铺路呢 是谈不上 谈不上 但是呢 因为也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那我们不妨也把它做一个介绍 帮助大家做一个了解 帮助大家做一个了解 如果单独要把它单独一篇 也不够分量 就在这个地方 顺便一体 顺便一体 那主法态呢 是本无中的串说 本无中的串说 那他跟这个道安这同学 我们已经有做过了 那最主要是他知貌过知 知貌过知 表示这个 这个高僧传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会把它写着知貌过知 因为道安啊 其貌不仰 道安其貌不仰 那主法态呢 就知貌过知 知貌过知 这是两个人的差别 但是是搞同学 但因为主法态是知貌过知啊 他这个潇洒 相貌堂堂很潇洒 所以他来到这个南方啊 南方啊 在这个瓦关寺的时候啊 这个简文帝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司马玉 司马玉后来他当这个简文帝 他邀请这个主法态呢 讲这个梵光经呢 怎么样 启地亲灵性 还侯公亲莫不避知 似女成群啊 似女成群 为什么似女成群 因为主法态长得很潇洒 长得很潇洒 知貌过知 知貌过知 所以这个高生战 他在这个记住的时候 都在这个语画里面啊 其实都点出了他的一个重点啊 点出他的一个重点 他跟道安其貌不仰 两个人呢 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但是呢 虽然两个人相貌差很多 但是却是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那这个 在这个新也分手的时候 这个主法态就跟道安说 法师以轨西北 下座红教东南 下座是指他主法态自谦啊 自谦是下座 那尊称对方为法师 所以我说道安 他尊称他 法师以轨西北 留在北方 下座就是我 红教东南 我到东南方去 江湖稻树此烟相望 江湖稻树此烟相望 这是一个典故 出自在这个庄子的大宗诗里面啊 就是说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干了 鱼香鱼楚鱼露啊 就是这个鱼池的水干了 那这些鱼呢 香徐鱼湿啊 这个鱼啊 会吐这些白泡沫 相须已失 相如已末 互相呢 怎么样 狗眼残喘 水快干了嘛 水快干了 那唯有彼此互相呢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鱼啊 这会口吐这些白沫啊 这相须已失 相如已末 这样的一个狗眼残喘 那与其狗眼残喘怎么样 不如相望于江湖 不如各东西北 各东西北 留在这个地方呢 坐以待毙啊 坐以待毙啊 不是办法 不如相望于江湖 就是呢 各奔前程 各奔前程 或许呢 还能打出一条佛路出来 还能打出一条佛路出来 那可是呢 各奔前程啊 各奔前程啊 有可能呢 就此呢 不得相见啊 有此 有可能呢 就此呢 不得相见啊 所以不如相望于江湖 江湖倒树 此焉相望于 这样的一个句子 它有一个出处啊 它的典故就出在这个庄子的大宗诗里面 相许已失 相如已末 不如相望于江湖啊 不如相望于江湖 所以呢 这个 都是我们的基本概念啊 背景之事啊 这个江湖倒树 此焉相望于 它这个典故 这是我们的一个背景之事 背景之事 那各自呢 替契而别 替契而别 那后来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主法太太 到这个阳口的时候啊 他就大病一场 大病一场 为什么大病一场 因为可能这个 赶路劳累 赶路劳累 这在叫道安的传经里面就 有描述到这个 安与弟子会远 四百余人 渡河夜行 直雷雨 趁电光而尽 为什么 逃难啊 因为北方的战争啊 你要赶快往南逃啊 所以呢 纵南下雨 纵南下雨 也必须要趁着这个雷电的光啊 赶快夜行啊 赶快夜行 从这一个短短的几句话 道安的传经里面啊 没有告诉我们 渡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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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间的这个苦啊 辛苦啊 就是当事人 他们才能体会 那在我们这个太平盛年呢 我们是体会不到啊 体会不到 这是第一点 赶路的这个劳累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能呢 水土不服啊 水土不服 所以来拿到的养口 就大病一场 大病一场 那黄温呢 就邀请这个 主法太呢 到这个青州 上明市去养病 那这个道安听到的这个消息之后啊 他也很关心 很关心